那么我们在这里呢 还是看一下中国的情况 那么我们刚才也提到过 实际上在早些年呢 中国是可以做这个子公司分拆上市的 但是呢 后来呢出现了很多问题 就是关联交易的问题 公司治理问题 那么很多企业 特别是早些年很多国企 他整个的资产状况不是很好 他就把自己的好的资产 放到一个子公司当中 拿这个子公司来作为上市公司 那么子公司上市了以后呢 他在二级市场上募集了资金 再把这个资金呢 由于子公司和母公司之间 这种天然的联系 那么很多管理层啊等等呢 他都有很多 这个overlap 所以呢 很多的这个 从二级市场上募集到的资金呢 就作为输血 输血到整个集团的内部 那么给母公司 给相应的这个兄弟公司输血 等等 你通过很多关联交易呀 等等这种担保贷款呀 等等很多形式 那么这个呢 就引发了很重要的公司治理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 对于公众的投资者来讲 他投资的是这个上市公司 他不是投资的母公司 所以如果这个上市公司 把股民的钱啊 拿到了之后呢 又输送输血 输血给这个啊 呃这个母公司啊 兄弟公司 实际上呢 他是在损害 他的中小股东的利益 所以呢 其实有很多案例 比如说金猴公司啊 等等 掏空这个 上市公司作为隧道 像这个母公司 兄弟公司输血 这种案例实际上非常多 那么后来呢 这个中国的政府啊 证监会呢 就发现了这个问题 就不允许 这样的分拆上市的情况 所以从审核来看呢 目前 境内上市公司 分拆子公司的A股的 情况呢 基本上就不允许了 有个别案例呢 是这个分拆 参股公司啊 但是呢 啊 这种完全分拆 子公司的案例 在这个A股市场上 基本上就没有了 但是有什么样子的情况啊 有中国的公司 他分拆子公司到海外上市的 这种情况有啊 包括我们刚才讲的 AVIC啊 或者是清华同方 实际上也有分拆 上市到香港的这种啊 这种情况是目前是有的 刚才我们提到 在中国的资本市场上 那么由于为了控制这个 所谓的公司治理问题 所谓的隧道效应 关联公司 关联交易 那么是不允许在A股市场上 直接分拆 控股的子公司 那么啊 在现实当中呢 有这样的案例就是啊 这个母公司 他为了能够分拆子公司 他可以事先的啊 退出一部分股份 使得自己呢 不是大股东 不是啊 控股股东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实际上可以通过啊 一种变通的方式来啊 这个获得政府的批准 分拆自己的子公司 那么康恩贝分拆左利药业 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案例 那么左利药业呢 是1995年成立的一个药品开发的公司 它实际上原先是康恩贝下属的一个子公司 啊 为了能够使左利药业成功也登陆创业版上市 那么这个康恩贝 他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他先退出了一部分股份 转让了一部分股份 使得他不是康恩贝的 这个最大的股东 那么这样子呢 这个左利药业呢 就成为了这个康恩贝的参股公司 而不是他的这个控股的子公司 那么这样呢 他就可以比较有效的 这个避免了政府的一些政策 那么最终呢 使得这个康恩贝 他可以成功的分拆了左利药业 使得左利药业 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上市公司 在中国的这个A股上市 另外一种重要的分拆方式 叫做派股型公司分立 那么这种方式呢 实际上也是一种重要的玻璃子公司的一种方式 那么他这种方式呢 主要是指母公司将其在子公司拥有的所有股份 按照母公司他目前的这个股权结构比例 分给他现有的母公司的股东 同时呢 这些股东又不会放弃他在母公司所拥有的任何股份 每个股东在新公司拥有的股份 与其在母公司拥有的股份的比例 是完全一样的 那么在这种过程当中呢 我们看到他完全是一个分股的过程 没有任何的现金交易 因此呢 也不需要有任何的税收发生 对这个公司来讲 对个人来讲 对股东来讲都不需要缴税 因为呢整个的过程都是在分配股权 那么换句话说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例子 那么原先有一个母公司A 他有一个子公司B 他希望呢 能够分拆剥离这个子公司B 他的一个做法呢 就是将子公司B当中的股权 按照啊 这个整个原来母公司 他的股权结构 每个股东 他的持股比例分配子公司B的这些股份 给这个母公司的目前的这些股东 而且是按照目前的这些股东 他的持股比例来进行分配 那么进行了这个剥离之后呢 啊就会产生一个新的公司 就是这个B公司 他自己独立出来了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B公司的股东 和原先A公司的股东 他实际上是完全一样的 他不仅是完全一样的一拨人 而且呢 还是完全一样的股权结构 因为在分配新公司B的股权的时候 是参照啊 他的母公司啊 公司A的股权结构 来进行分配的 所以呢 公司B和分拆之后 剩下的这一部分 公司A的剩下的这一部分 他的这个股东的人 和他的结构呢 都是一样的 那么整个的过程呢 不涉及到任何的现金交易 因此呢 没有任何的资本利得所得税 无论对于公司来讲 还是对于个人来讲都没有 所以呢 也没有税收的发生 我们如果要总结一下 这种形式的资产剥离方式 它主要有三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呢 就是在剥离之后 新的独立的子公司 它与原先的母公司 它的股权结构 是完全相同的 它的股东的 这个人选和 这个原先的 这个母公司呢 也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呢 我们知道 分拆之后呢 这个子公司 它毕竟成为了一个 独立的公司 所以它有自己独立的 管理团队和运营团队 那么它对母公司来讲呢 从经营管理上来讲 它是独立的 但是呢 从股东上来讲 它是完全相同的 不独立的 第二个呢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样的一个交易的过程当中 是没有任何的资金的注入的 是把这个子公司的股份 分配给了 这个原先的母公司的这些股东 所以原先的母公司的这些股东 它并不需要付出任何的代价 实际上呢 它就可以获取新的子公司的股份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实际上是没有任何的资金的注入的 那么无论母公司还是子公司 它都不可能获取到这种所谓的交易对价呀 资金的输入啊等等 那么这一点呢 实际上就不同于我们之前讲的出售资产 这个分拆上市 因为呢 出售资产分拆上市 它都是将企业剥离的这部分资产 卖到另外一方 无论是卖给某一个投资者 某一个并购方 或者是公众的投资者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母公司它实际上是会 获取这个交易对价的 那么这个交易对价如果是现金 那它就是会获取这个现金收入的 但是在这种形式下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母公司 它是没有任何现金收入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没有现金收入 那就没有存在这个所谓的资本利得 那么也不需要叫资本利得所得税 那么我们也接下来总结一下 这种方式的特点 以及它有可能存在的问题 第一个呢 我们刚才说过 在这种形式下 实际上是没有现金注入到母公司的 因此呢 如果母公司在这个分拆的过程当中 有融资的诉求 那么这种方式呢 是不能够满足的 第二个呢 由于这种方式导致了 这个母公司的股份的一些 这种变化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可能会影响到 这个母公司的股价的波动 那么这个波动呢 可能比其他的方式呢 会更大一些 最后呢 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母公司的股东呢 他实际上是一种被动的 收到了很多新公司的股份 他是不是愿意 真正持有这个分拆的公司的股份呢 这是不一定的 如果他愿意 他会持有 他不愿意的话 当他拿到了这些股份之后 他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想如何寻找时机 去抛售这些股份 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会对这个新的公司的股票价格 也会产生很不利的这种影响 因此呢 这种方式呢 实际上它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一些典型的 关于派股型公司分立的案例呢 包括2011年 我们都熟知的Xpedia 分拆了Triple Advisor 我们知道Xpedia 相当于美国的协程 那么主要是这种旅游啊 订票的公司 那么他分拆了一个很重要的板块 Triple Advisor 另外呢 联合战线在13年 分拆了FTD公司 2012年 Sears Holding 分拆了Sears加拿大 那么这个呢 都是典型的派股型公司分立的案例 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些比较经典的 关于派股型公司分拆的案例 那么一个比较经典的案例呢 就是2011年发生的 Xpedia分拆Triple Advisor的这个案例 大家如果有在国外旅行的经历 肯定都对这个 Xpedia和Triple Advisor并不陌生 那么我们来通过这个案例 看一下具体的派股型的 这个公司分拆的操作过程 是什么样子的 在这个案例的进行过程当中呢 首先 Xpedia实施了一个 一对二反向股票分割 那么分割之后呢 就把这个Triple Advisor 给这个拆分了 剥离出去了 它具体的做法呢 是这样子的 在2011年呢 12月20日 对于所有的Xpedia的普通股的股东 它每两股可以收到一股新的 Xpedia的股份和一股 Triple Advisor的股份 大家要注意 它是一种一对二的反向分割 那么对于Xpedia这个母公司来讲 它是每个股东 它要用两股才能够换取一股新的 Xpedia的普通股的股票 但是呢 它没两股的Xpedia的这个股票呢 它可以换取一股新的Xpedia的股票 和一股Triple Advisor的股票 那么在这个分拆之后呢 Xpedia呢 就对这个Triple Advisor呢 就没有控制权了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Triple Advisor和Xpedia 它的股东呢 还是一个群体 那么在美国呢 这样的一个分拆呢 是不征税的 股东对于股票的持有者呢 是不征税的 这个就是这个案例 那么这个案例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呢 就是实施了一个一对二的反向 这个股票分割 分割之后呢 就让这个Xpedia的股东 一方面呢 获取了新的Xpedia的股票 一方面呢 获取了同样的一个一对一的 这个Triple Advisor的股票 接下来我们再看另外一种比较类似 但又不是很相同的资产剥离的重组方式 它叫做换股型公司分拆 英文叫做Split Off 刚才呢 叫做派股型的分拆 英文叫做Spin Off 现在呢 这个叫做换股型的分拆 叫做Split Off 它的本质呢 也是将一个子公司 从母公司当中剥离出去 但是呢 它的最重要的一个 和上一种方法的一个区别呢 就是 这个 母公司呢 要将这个自己的股东 他要放弃母公司的股份 来换取新的子公司的股份 那么在剥离的过程当中呢 这些股东呢 他要想获得新的子公司的股份 他就必须要放弃母公司的 这个股份作为代价 来换取新的这个子公司的股份 那么这个呢 是这个方法的一个最核心的一点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这种换股型的公司分拆 它的具体操作的过程是什么样子的 那么在换股型的公司分立的过程当中 实际上呢 母公司是为其股东提供了 以母公司股票的股份来换取新的 要分拆的子公司的这个股份的这个机会 那么我们知道母公司的股东 他现在呢 拥有母公司的一些股份 那么公司要引导这些股东 把自己的股份呢 拿出来啊 卖出去 卖回来 那么啊 来换取新的子公司的股份 那么我们知道 你要想引导别人引导股东来进行这样的一个交易 你就必须怎么样 必须要给出一定的溢价 就相当于是要做一个要约收购 我们知道要约收购 我们之前也讲过 它要能成功的最重要的一个要点 就是你要给目前的这些股东一些溢价 引导他们把自己手上的股份卖出去 那么同样呢 在这种操作的过程当中 这个交易的过程当中 这个母公司呢 也要给他目前的股东一些溢价 让他们愿意放弃母公司的股权 来换取子公司的股权 比如说母公司可以向股东提供一个价值11美元的 这个新的子公司的股票 以换取只是价值10美元的母公司的这个股票 相当于说给了一个10%的溢价 你拿一个母公司相当于10美元的股票 可以换取一个价值相当于11美元的子公司的股票 所以呢这个溢价相当于是一个10% 那么我们知道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他就是一个自发的 希望这个目前的母公司的股东 他自愿的拿自己的股票出来 放弃母公司的股票 换取这个子公司的股票 那么就有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就是超额认购 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目前的母公司的股东 愿意来进行这个交易 这是一种情况 那么如果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呢 就是有可能要约不足 那么如果是要约不足的话 那么指的是说 我需要分拆这个子公司 需要一定数量的母公司的股东 能够愿意放弃母公司的股票 来持有这个新的公司的股票 但是呢 在现实当中 实际上可能没有那么多 目前的母公司的股东 愿意来进行这个交易 那么就会使得这个交易呢 导致认购不足 那么如果是这个认购不足的话 那么母公司通常会通过派股型的公司分立 按比例来分配剩余的未认购的这种股份 那么实际上呢 就是说如果要是这个认购不足的话 那么这种方式 没有认购出去的那些股份呢 就变成了像我们刚才说的那种派股型的这种分立 把它分配给目前的这种股东 那么是这样子来操作的 嗯 你 嗯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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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